短短一个小时 苹果就狂懒15亿 15亿到底是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腾讯码需要花费45天的时间 相当于比尔盖茨需要花费2个小时30分钟 所以说库克这次真的赢麻了 首先不可否认 苹果这次的降价策略真的非常成功 在某猫618开售仅一个小时 苹果的成交金额就超过了15亿 所以说从来就没有不适合的机器 只有不适合的价格 那么为什么一向心高气傲的苹果 也会开始在价格上做妥协呢 其实第一个原因 就是国内的手机市场竞争太激烈了 在华米OV等国内厂商 对高端市场的强烈冲击下 苹果只能通过以价换量的形式去进行竞争 第二个目的就是清库存了 iPhone 16还有不到5个月就要发布了 那么为了给新产品铺路 必然要调整价格来去吸引消费者 特别是今年的苹果15 Pro系列 官方旗舰店618大促直接一减2000块 目前6000元价位段以上的前两名 也是被iPhone 15 PM和15 Pro所包揽 其次才是华为的P70系列 根据最新的Mobile的价格 国航的15 PM 256G爆价是7544 国航的15 Pro 128G爆价则是7595 当然这个区间弹仍有部分粉丝会觉得贵 那么不妨可以看看咱们小杨家的15 PM 像这个超薄方案的15 PM 256G 全新激况 电池效率100%的 没有任何的使用痕迹 来货是55 那么小杨将将配件5699出 相比于国航足足省下了2000块 而更大内存的版本512和ETB 分别是6199和6999起 如果说是你会怎么选呢 好了这里是来回科技小杨 关注我带你玩赚数码不迷路 好